如果要练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从开放资料里面去找那个 资料集里面是全部的 全部的资料集 那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去分类 而且甚至它这边还有进阶搜寻 比如按照哪个县市 反正很多 那里面总共好几万种 我记得好像是大概五万六万种 这个开放资料 但是哪一些跟我们上课有关的 其实可以从里面找 像Jason的话怎么找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找那个全部资料集 那因为呢 它是可以按照很多类别 所以你可以看左边这边 有按照地方啦 法人啦 主题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是要按照我的档案格式的话 那你可以在Jason这边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下方这边有个筛选 你可能要打勾之后筛选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 那到底用哪一些练习是最好的 其实最好是这个资料 又是你还是蛮关心的议题 然后刚好你也想要知道 这样你刚好来练习 是最好的 所以我的习惯是排序的部分 我会直接找什么 我会直接找什么 找那个浏览次数最多的 或者是下载次数 被下载次数最多的 那理论上 如果浏览次数或下载次数多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表示呢 大家比较有关心的议题嘛 OK 所以我试一下 浏览次数 OK 那第一个是什么 发现呢 第一个是各县市人口密度 对耶 如果我想知道全台湾哪里的密度最高 哪一个县市 该新北吧 台北吗 还是哪一区吗 不知道 哪一个地方人口密度最小 他该不会还提供给你外岛吧 什么东沙 什么南沙 那一定密度一定是最小 那可是呢 这个资料怎么取得 其实这点击就有了 有没有 他会弹开来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他还有分106 107 108 109 所以呢 我们大概找一个最最接近的 109好了 那当然他有分成什么 CSV 跟API 那其实他API 就是指的是什么 Application Interface 那其实他就是 Jetson的格式 也就是说 他这个是提供给什么 如果他是程式本身 他也可以直接串接 也就是直接哦 直接用程式就抓这个资料 那好 有点像是 直接就把他 这个档案当成 资料库的来源 有没有 然后他直接就抓到主机那边去了 不用透过人工哦 好 那当然呢 你想说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直接点选 这个API的话 他一样会秀出刚刚那个结果 就长这样 那你们当然直接看到这个结果 可能头就很晕了 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你刚刚看到这个 当然我自己是看的 还蛮习惯的 但是我自己光看到这个结构 我还是看着觉得不是很OK 所以我有讲过了 当然比较简单一点是你可以把这个资料 Ctrl A Ctrl C 贴到刚刚跟各位讲有一个那个软体 叫什么 Jackson的 叫Edit Online 它可以格式化 可是毕竟格式化之后虽然有好一点 可是还是有点难度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看CSV之前 我建议你看Jason之前 我建议你干脆先看什么 先看CSV算 为什么 因为CSV有个好处 你打开之后 基本上它的结构就是清楚的 只是说它的 它的编码 这个格式是乱码 一样 我们一样就是 如果是乱码的部分的话 我一样把它像刚刚一样 另存一下 另存一下 然后再把它打开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就是下载之后这个档 然后把这个按右键 编辑一下 然后另存为这个什么的 AnsR把它储存 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它打开 OK 那这样应该就正确了 然后再来把那个宽度 它拉宽一点点 不然太窄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提供的资料 有点怪怪的 蓝会名声居然给两蓝 一个英文一个中文 好像没有必要 所以习惯是把第一蓝先删掉 OK 那留下 留下那个 这个中文的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像这样应该至少比那个什么 Jason来得好阅读 OK 那当然 如果你想要先了解 到底哪一个密度 哪一个线式的密度最高的话 很简单 人口密度 然后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按照那个力道A排序一下 你可以看到 不过它的人口密度 东沙 南沙居然 也排 不过它前面好像没有人口密度资料 所以它排在前面 不管 那再往下看 第一个第一名的话 人口密度最高的 是在哪里呢 如果现在是慢慢发展起来了 其他的话就是大安区 OK 然后再来就是高雄的新兴区 密度也蛮高的 然后在板桥 所以你会发现 新北其实人口密度真的还相对的 前几名好像里面蛮多都是新北的 OK 其他就台北 一个高雄的新兴区 再来的话 好像就是什么 台冲 OK 那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先从什么了 先从CSV先左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假如说我要把这个资料 抓那个Jason的格式 变成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格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当然一样 我们就是 第一个呢 先找到什么 Jason的这个 他的连结 这个检视资料 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假设的 我干脆直接拿刚刚这个当范本 把这个呢 再另外开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开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 我改哪里呢 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改那个 它的位置 把这个位置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一串 这个网址 OK 第一个 贴上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资料呢 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 这个资料看到的结果呢 这个是人口密度 Ctrl A 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的话 Ctrl A C 有没有 然后再贴到这个 Edit这边 Ctrl A Ctrl V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format 一下 格式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样就还蛮快 就可以看 看到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一样是大瓜糊 而且它的 这个结构名称 跟刚刚的还蛮像的 而且一样是放在recourse 所以 另外还有一点 它后面基本上也是 也是中瓜糊 然后呢 里面一样是放这个字典 那字典里面的话 一样我们是要取得后面的 我看一下 取得后面的value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个value 第一个是栏位名称 第二个的话才是资料 所以未来如果说 假设你栏位名称 这个不要的话 你可以避开 然后呢 就像之前一样 第一栏 避开 然后只抓底下的东西 所以显然 这个好像跟刚刚的结构还蛮像 所以基本上可以套用 所以我第一个 只要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getrecourse 然后我把这边 直接把它print一下 其实好像程式 连改都不用改 网子改而已 把它print一下 看一下 结果 它这边有一个 typel 这边有一个是在 它跟我讲说在第五行 所以我们就检查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 这个错误 所以如果发生错误 我建议你就是 把那个第五行的地方 就是第四行 我先把它print一下 我这边把它注解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资料是不是 我把它print一下 如果你假设哪个地方卡住 你就是直接在那一行的上面 把那个里面的资料先print一下 我看一下 如果没错 那你就往下做 那有错你就修改一下 OK那请各位 它取不到资料 那是不是 我看一下 这边的 recourse 这个名称 recourse 第一个是 这个名称没错 那请各位哦 试试看 把那个换一下 等一下检查一下 能不能换成那个 开放资料里面 各乡镇市区人口密度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